有人說見到安省的北部出現雪地的墨田圈 原來是一名住在安省北部小鎮的一名退休校長的結作 他叫Kim 是他用腳印在雪地上走出類似墨田圈的大型藝術品 他在接受CBC採訪時說 每次他在創作雪地藝術品前 都會用Google地圖和製圖軟件 設計出在雪地上行走的路線 然後就穿上雪箱 一步一個腳印印在平滑的雪地上 踩出一個面積相當大的猛花圖圖案 從半空看這些作品真令人驚嘆 Kim 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舉行雪鄉藝術節 聚集更多人一起欣賞雪地藝術品 滿地可警方今早證實 昨晚中膽的十五歲少女雙重不治 警方說 這名少女昨晚和另一人在停泊的汽車裡 和汽車外的人交談 期間有人從另一部汽車開槍 少女以及在行人路上的一名21歲男子重膽 警方說 上身重膽的男子送院時還有知覺 警方指出 攝氏汽車事發後逃去 由於車內兩名男子都有戴口罩 目擊者難以向警方描述而返 這是滿地可至今年為止第五宗的控殺案 包括杜蘭區、河頓區、咸美頓等南安省的學生 今天回到學校上實體課 現在只有多倫多、約克區、皮爾區的學生 才會在下週二返回校園上實體課 教育廳廳廳長萊斯表示 已經採取多項措施 包括更嚴格的篩選措施 以確保學生回校時的安全 和大家回報一下今天的安省疫情情況 安省今天確診1265例 檢測數目有28300個 多倫多有421例 皮爾區有256例 約克區有130例 辭職到昨晚8點 安省接種疫苗數量有386171劑 北極寒流沙到 冷空氣將會襲擊卑斯省的內陸南部 並向沿海地區推進 秘斯內陸地區的氣溫 將會比平時溫度低10至20度 沿海地區較好一點 但預料本州的氣溫 也將會比平時的溫度低5至10度 而在多倫多方面 多倫多今天天晴 氣溫為零下9度至零下7度 明天晴間多雲 氣溫為零下8度至零下1度 後日多雲 氣溫為零下9度至零下3度